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有车的朋友们感不感觉到油价是越来越高了呢 在很多城市我们已经重新回到汽油八时代了 是的 国际油价最近涨得很厉害 去年同期的时候 由于疫情影响 很多国家停工停产 因此石油需求骤降 国际石油价格大概每桶三四十美元 现在已经远超八十美元了 这导致在整个2021年 我们的汽油价格已经迎来了十次以上的连续上涨 前两天刚刚又涨了一下 没办法 你车已经买了 你总不能因为油价上涨而不开吧 所以很多人都想 在这个加油问题上有没有游会呢 是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加油站是有游会的 有的加油站 人家可能每周找一天是会员加油日 在这一天呢 加油 每升油能给你便宜一个快八毛钱的 还有一些加油站呢 人家推出各种各样的APP啊 你去抢个福利啊 你去冲个会员啊 你就能有一些加油上的福利补 有些朋友知道 在某些城市有一些民营加油站 人家是有着常年价格优惠的 毕竟小公司嘛 你就得从价格上找补 大家才愿意到你呢 你去加油 是的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样这个加油优惠的方法 倒是可以这个在评论中留言 让我们其他人也能享受到这个优惠 但是当然我们一来提醒各位好朋友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有一种优惠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真得好好掂量掂量 这有没有可能是个骗局呢 咱们这么讲吧 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说过啊 任何时候当你把钱给到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钱给出去了 再要回来 那就有难度了 P2P 你把钱给人家 你觊觎人家的高息 人家可能前几个月给你高息 后来崩盘了 只付了 拍拍屁股走人了 你这个本金就血本无归了 教培机构也是这样啊 你一次性给孩子交个一年两年的学费 结果上了几个月之后 人去楼空了 你到哪去要这个钱 所以当一份优惠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是不是个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真的全国各地出现了非常多的 关于加油坎的骗局 尤其是在油价飙涨的时代 我们更得提醒各位好朋友 千万不要为了贪便宜而吃了大亏啊 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啊 如果你到一个加油站 加油的时候 人家明确的告诉你啊 你下载我们的APP 或者你周济来能享受到优惠 一把钱一利索的优惠啊 你今天加油真的就给你便宜 这种石灰你可以占 这个应当不是骗局 可是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售卖各种各样的加油坎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我就经常在各种朋友圈也好啊 社交媒体上也好啊 看到有人打这样的广告啊 人家说某某公司 人家跟中石油或者跟中石化合作啊 给消费者提供巨大的福利 什么样的福利呢 你在他那买这个加油坎 人家给予你非常大的折扣 有的人说啊 六折优惠 有的人说七折优惠 有的骗子可能考虑到啊 我给予的优惠太高呢 你不相信 所以人家甚至给你个八五折 八二折 八三折优惠 还搞得有零有整 让你感觉到 哎一切都那么真实 骗子是怎么操作的呢 咱们先说一种最低劣的骗术啊 这个骗子也不知道怎么 跟你进入到了同一个微信群 让你觉得他好像是你认识的人 是朋友 彼此建立了一定的信任 然后人家就跟你说 他有渠道买的这种打折加油卡 当你把钱微信转账汇给他之后 对不起 人家直接给你拉黑了 这就是最拙劣的骗术 他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骗一把钱就走 哪怕为了骗你这一个人去申请一个微信号 那也值得 往往这种人当你想去找他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除了有他一个微信号之外啊 你对他是一无所知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姓慎名水 在哪干活 你就是头脑一发热 以为他跟你是朋友 他有一个便宜优惠让你占 结果你这个钱就打了水瓢了 相对而言啊 这种骗子还是比较好防范的 因为他几乎什么行骗的准备都没有错 我们只要插亮双眼 坚决不给陌生人转账 也就罢了 当然还有一些骗子 人家可能在各种网购平台跟你取得了联系 要把便宜的加油卡卖给你 但是当你准备去买的时候呢 人家可能跟你说 哎呀 咱们走这个淘宝啊 走支付宝啊 走各项交易平台啊 太麻烦了 我还要扣税 算了 咱们既然已经认识了 你加我个微信 微信转给我算了 大家记住 所有不走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这种买卖 坑你的可能性都很大 我们只要坚持住 不给任何陌生人转账 一般而言就不会上当受骗 但是人家骗子也升级啊 比如说最近 有很多朋友们就遇到了这种升级版的骗子 这些骗子 往往人家不需要你这个微信转账 人家可以正大光明的租一间办公室 有的还挺富力淘皇的 然后呢 雇很多业务员发布这种广告 他们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来帮你买到这个优惠的加油卡 原因各种各样 有的是公司庆 有的是回馈粉丝 总之 找一个名头告诉你 人家能买到便宜的加油卡 而且你可以直接到人家的公司 到线下去 面对面的交流 签合同 来买这种加油卡 这种应当不是假的了吧 而且人家做戏做全套啊 真的给你签合同 真的给你开手据 真的给你一张中石油或者中石化的加油卡 你拿着一张卡去加油也绝对好用 那么好朋友们问了 他怎么骗你呢 人家有办法 往往这种公司都会跟你讲啊 我们这活动很有限啊 你存八千呢 能额外给你两千 你存一万呢 能额外给你三千 存五千额外也给你一千 总之存的越多呢 优惠率度越大 但是啊 我们并不能一次性到账 不是说你存一万 我直接一万二一万三 通通打到你这个加油卡中啊 因为我们这是搞活动嘛 搞活动就是要长久的跟你合作 而且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导游的贩子 希望你拿加油卡就是给自己的车加油 人家说的似乎也很合理啊 咱们都清楚啊 油它基本也是跟黄金一样的一般的价物啊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油价是很稳定的 说实话 如果它真的 你给它一万 它马上给你充个一万二三 你都可以拿着加油卡 站在加油站 帮每一个司机加油去赚这个差价了 所以人家跟你讲 对不起 我们这个优惠不能这么操作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好比说你交一万 我们给你一万二 让你多得两千块钱 相当于打八折了吗 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面呢 每个月打给你一千啊 是有额度的 一个月加一千块钱油钱 这个私家车基本差不多也够了 所以你是真真切切的享受到了这个实惠 很多消费者觉得也对啊 人家解释的非常合理 我相当于一次性拿出一万块钱来 把我未来十二月一年这个油费就承包了 也算是打八折了 还是很合算的 而且人家还给你一张中石化或者中石油的加油卡 那个卡住的名字就是你啊 你拿这个卡可以自己设定密码 你去加油的话 每个月真的给你打一千块钱来 这有什么骗局可言呢 当然是骗局了 你一次性交易办 他要在未来十二个月的时间里 每个月给你打一千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你把钱交到了别人手上 P2P的时候 你一次性给人投一万本金 人家每个月给你分利息 你越来越来都能拿到利息 可是有一天 当你想去拿本金的时候 他崩盘了 教培机构也是这样啊 你一次性交个一年两年的学费 每个月孩子都去上课啊 投三个月 投五个月 投半年 什么问题都没有 可是突然有一天 你还去上课的时候 发现人去楼空了 很多加油卡生意 玩的也是这个套路啊 在你购卡的前几个月 每个月踏踏实实的 一千块钱打进来了 你感觉到自己占了个大便宜 可问题是 你跟他的合作长达一年之久啊 他能一直的存在下去吗 有很多机构甚至更变态啊 所有在他那里买了卡的人 都会成为他的推销员啊 他主动的让你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说 你看没看到我在这买了卡了 我占到实惠了 你们赶快也买吧 甚至你帮他拉去一个客户 他还要给你奖务 那么很显然骗子也在计算 就是我最近能不能找到更多的消费者 给我回来更多的钱 反正我是拿你的钱回馈给你 只要我感觉到还会有更多的傻子 被我圈进来那么我这个加油卡的生意就可以继续做 可是依然有一天他发觉到每个月他给出的钱 要大于他圈进来的钱 换句话讲骗子太多 傻子不够用了 对不起 人家一定会卷铺盖走人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啊 你那张卡只不过是一张副卡 每个月是主卡给你打钱 人家骗子撤走之后 你这张副卡就什么钱都打不进来了 甚至如果你此前副卡中还留存一定的资金 没有花掉的话 人家主卡可以挂石 把你副卡中所有的钱通通都收走 所以啊 当你惦记人家优惠的时候 人家就是惦记你的本金 今天我们到很多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 你会看到啊 加油站会直接给你贴出一个告示 告诉你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 都收各种各样的加油卡 你一定要注意这绝对不是人家官方发售的 如果将来你拿着这种卡 突然有一天没有钱了 你去找人家没有用 人家不承担你这个损失 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呀 这个世界上的骗子 总是在不断的升级他们的骗术 如果我们想躲开这些骗术的话 那你就要绝对相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任何时候当你把钱交到别人手里的时候 你就要做出预判 很有可能 这个钱拿不回来了 这次是因为这种卡 多个人手里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人手里的 那边是个人手里的 是个人手里的 那边是个人手里的